為什麼要吃營養產品呢? 在開始討論這個話題之前 我們可以問一問 現今社會最流行的疾病是什麼? 多數都是心臟病、中風、高血壓、癌症、糖尿病、濕疹和過敏等等 然後我們又問19世紀初最普遍是什麼病呢? 就是傳染性疾病 比如說天花、白喉、肺結核等等 為什麼過了一百年之後 我們的疾病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呢? 有些人會說可能是因為環境污染 為什麼生活在澳大利亞這個世界上其中一個最乾淨的地方 仍然會有這麼多慢性退化性疾病呢? 答案是營養 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們經常說要飲食均衡、營養均衡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營養其實是分兩大類的 第一類叫做常量營養 就是我們熟悉的炭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水、纖維等等 這個是佔我們全部營養的99.7% 即是說我們的食物裡面大部分都是常量營養 而第二部分就是微量營養 佔了我們整個營養裡面的0.3% 即是說什麼呢? 維生素 維持生命的元素 抗氧化劑、抗物質等等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指標 人所必須的微量營養元素是高達59種 而這些微量元素就是我們細胞主要的食物 我們人體是由80兆微小的細胞所組成的 心臟有心臟細胞 肝臟有肝臟細胞 如果我們身體每個細胞都健康 那麼我們人體就健康了 當微量營養元素缺乏的時候 我們的細胞就會開始退化 它們就不會再健康 這個狀態會維持下去 經過10年、20年便會有法退化性疾病 那麼現在透過我們看看 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幾個疾病 排第一位的是心臟病 在2012年總共有1600萬人死心臟病 排名第二的就是癌症 總共有800萬人 下一個就是中風和糖尿病 這個數字都幾令人觸目驚心 相等於全國澳洲 2300萬人口全部陣亡 但是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離得非常慢 高血壓、癌症等退化性疾病 都是會令你半活半死 也是因為整個發生過程的時間是很長 所以都被大家所忽視 而它就是正正人類最大的殺手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感染 嚴重退化性疾病的爆發呢 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呢 大家都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 我們種的東西都是用人的牛的豬的和雞的糞便 是一個非常好的有機循環 是真正的天然有機食物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 人口出現大量增長 傳統的種植方法 已經很難滿足到人口爆發增長的需求 所以就發明了花肥 它可以有效地增加產量 而花肥主要有三樣元素 就是淡、淋、甲 花肥讓植物在短時間內高速生長 再加上土地的過度運用、污染而變成好貧植 植物原本有的豐富礦物質都消失了 原本的有機循環完全被打斷 不僅如此 現在的運輸、儲存方法、催熟方法 也大大減少了蔬菜、水果原來有的礦物維生素 現在一個蘋果的維生素含量已經大不如前了 加工後的食品 維生素含量更加減少 然後我們又加上農藥 空氣和水的污染都嚴重消耗了食物裡的微量元素 所以現在要通過食療、通過食物來獲取營養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犯了 我們不可以改變現狀 唯一可以做的是有好的飲食 再加上高品質的營養品來保護我們自己